本课程由量子大学出品 大家好,我是高熊勇 今天我们继续讲小米到底赢在哪里 我们今天讲小米的时候 很多人对小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象 说小米是一家营销的公司 小米产品可能不怎么样 但是营销确实做得很好 那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呢 其实从小米最早创立来讲 我们看看几个小米的联合创始人 不是做产品的,就是做设计的 还真没有一个做营销的 所以我们说把小米当作一个重队的营销公司 真可能冤枉它了 那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么一种奇怪的现象呢 它背后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它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 小米曾经掀起一个叫什么 叫饥饿营销的东西 那么饥饿营销背后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还整是会出现什么 出现货没有卖了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背后的故事 其实最早小米 我们在做小米手机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价格公布是1999 当我们销售的时候 发现我们非常难 为什么非常难呢 是因为所有销售手机的渠道 都和我们没法合作 第一个就是运营商渠道 那个时候运营商是最大的手机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运营商那时候小米太小了 根本就不符合什么运营商的 集彩的规则 那小米在运营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那么第二条渠道是什么呢 就是代理商渠道 代理商渠道也很简单 30% 50%的利润 但是小米给不起啊 小米是把2000多块钱成本的一部手机 卖到1999 如果你再给它拿出30%来 那它怎么样 它真的赔不起了 那这个时候 当时其实有很多经销商 给小米提了另外一个条件 说要不你这样 你这么好一部手机 你1999有点卖亏了 我把你全包了 你给我来卖 然后这样什么呀 我卖多少钱你就别管了 看起来 这是不是一条很好的路 但是从小米本身来讲 我们之所以定价1999 就是希望用户能买得起 如果我们把手机卖给经销商 经销商在里面又加价的话 那我们所有开始的抽中 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条路我们什么呀 我们也走不通 那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当时电商渠道也都不成熟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 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卖 其实当时小米自己买手机 它有一定的条件 是什么条件呢 就是当时小米有一个论坛 论坛里面每天有几百万的米粉 在里面什么 在里面讨论产品 讨论手机 而且很多人知道小米要做手机以后 很多人在里面喊 哎呀我要买手机 我要买手机 我要买小米的手机 因为米UI教育了一大堆的用户 大家觉得米UI好用 那小米的手机一定好用 好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 所以小米决定 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买手机呢 所以我们就决定 自己来开始买手机 因为我们没有线下渠道 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到线上 开通一个叫做小米商城的东西 好 当时在小米商城 我们定了一个时间 叫周二上午九 周二上午十点开卖 我们当时为什么定周二上午十点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互联网企业的 一个基本的想法 是什么 叫做用户思维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论坛里面 大部分的用户 都是工程师 都是技术 都是极客 这些工程师 这些技术 这些极客 他们晚上一般都比较加班 然后早上呢 来公司就比较晚一点 大家也知道啊 那个时候上网的环境 相对来讲 公司会好一点点 所以这些工程师也好 他们到了早上十点才来到公司 来到公司里面 他们上网的条件比较好 所以我们的用户 既然都是工程师 那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周二上午十点开始开卖 好 我们选了一个好的时间 然后呢 我们确确实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电商经营也不够 所以在周二早上十点 我们一开卖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的网站 很快就崩溃了 崩溃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后面反复来盘 反复来盘 后面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网站里面 我们当时计划 只卖一万部手机左右 但是没想到 几十秒就抢光了 这个时候的问题就出现了 几十秒手机抢光以后 但是我们并没有什么 说收庆的网页 这个外面的用户继续想进来 但是呢 里面又没有货了 所以就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我们叫做什么 在死机的状态 所以其实当时给我们什么 闹了一个很大的尴尬 就是你想一个网站崩溃了 这是多么丢人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到了后面呢 我们就找的是经营教训 当我们一旦的手机 卖光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你 我们被收庆了 我们被卖光了 然后同时我们告诉你 下一阶段 我们卖的时间是多少 可能有人会觉得 那你为什么不多放点货呢 对 我们也想多放点货 但是你记得 那个时候 小米刚刚开始做手机 我们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做软件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硬件 做硬件和做软件 有个很大的不同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叫做供应链 做软件产品的时候 你唯一的就是什么 就是服务器带宽够不够 那只要你不停的去下载 不停的去下载 你一个copy 多少用户都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硬件没有 或者说你还没有生产出来 你不可能马上第二天就上线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真的不知道 应该卖多少手机 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说在那个阶段 小米出现 供不应求的一个现象是 我们供应链真的没做好 谢谢大家 我呤